今天的世界正在快速地发展着各种各样处杂的变化 这些变化不管你乐不乐意 它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最近的几年全球化的挑战 中美之间的摩擦 新技术引发的各种焦虑 环境的恶化 各种变化都设放一种信号 这个信号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很快大 今天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焦虑 所有的困惑 我认为是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前的正硬 未来三十年 世界会发生很多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为是技术 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影响 远远超越大家的想象 这次技术革命 是人类有史以来将会发生最深刻的变化 无论是人工智能一样 无论是大数据 还是我们快进入的5G IOT时代 所有都希望解决 人类三个问题 可持续发展 普惠和立场 这个世界如果做不到可持续发展 这个世界如果不能苦惠 技术苦惠 金融苦惠 金融苦惠 不能做到让别人更好 这世界会变得越来越乱了 如果技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技术就毫无意义 不解决这些问题 我相信这个世界 会充满各种各样的王位 如果过去的20年 是互联网公司的20年 那么未来的30年 是用好互联网技术的30年 这个互联网时代 是给每一个人的机会 只有你 是我愿意改变自己 所有的振作 都只能通过改变自己来完成 不要适合去改变别人 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出 昨天的自己 未来的世界 如果你希望成功 你的奇想成功 你个人想成功 那你记住 你不仅仅要为自己着想 你要为别人着想 为世界着想 为未来